字幕提供 是有可能出现吸迫的灾难 投资今天带你来关心的是 中南海可以说是内斗越演越烈 在今天习近平祭出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海航我收回来自己管 第二件事情 拿了6000亿新钞释放到市场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好 在这个阶段新加入讨论的来宾 邀请到万保投顾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刚刚带你来关心的是 难道中南海的权斗越演越烈吗 海航船将被中国政府接管 航空业务遭瓜分 为什么呢 习近平面临了执政最大危机 前美国官员哈斯说 比天安门事件还严重 这样的言论 当然不断的刺激到中国 包括之前 我们还记得华尔街日报 曾经刊载一篇评论说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 让北京气炸了 所以连番的言论 让北京在街下了重手 做了什么事呢 驱逐华尔街日报的三名记者 是因为现在不管是在国际上 还是在国内 都把这一次武汉肺炎的元凶 剑指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开始管控言乱 彭博社说 武汉肺炎的疫情 有可能威胁习近平政权的存亡 所以我们来谈谈 为什么突然在此时此刻 要接管海航呢 接管海航在这个时间点来看 是非常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 不断扩散以后 首当其冲的就是航空业 海航也是在这个业务里面 做得非常大 因为他旗下有四家参观的航空公司 他现在把他接管以后 他会要分割给谁 分割给国航 南方航空跟东方航空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海航集团的股价都大涨 像海航控股 今天充一个涨停板 好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他旗下就航空公司 习近平接手之后 反而亮到涨停板 对 因为政府接管了 我没有财务问题 现在业绩不好也无所谓了 因为基本上一看 就没有倒的问题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海航投资的部分 一个也是往上冲涨停板 合理 因为他也是股权的 第三个海航创新 一个也往上冲 也大涨 那问题是这个海航创新 奇怪 它是跟旅游有关的 那你为什么涨停 那另外一个香港的海航科技 一个早上 因为香港的股票 我们要知道 他没有涨停板的限制 你看最后收的时候 是涨了7.22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盘通最高涨6成 可是海航科技做的是什么 智慧卡 这跟航空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见这个措施 其实给市场带来很大的信心 重点信心 但是熟悉中南海宫廷重置的人说 把海航收回来 其实巷装五件一再配工 好 所以我刚才讲很合理 因为时间点很好 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去理解一件事情 海航背后到底是谁 那因为他的这个老板叫陈锋 那我们就说那就是陈锋 陈锋这个航空界叫他八爪鱼 因为他旗下有八家的A股的上市公司 三家香港上市公司 而且他们说陈锋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非常的厉害 但实际上真正海航后面的总家人是谁 王岐山 为什么这样讲 1988年王岐山创办中国农业信托公司 这个陈锋就担任 这个世界银行 这个贷款部门的办公室主任 好 隔年他被派去海南 就是去创办海航 就是创办海航 好 王岐山在2002年被调去海南 当省委书记 都起来了 以前是部署嘛 后来创办海航以后 王岐山过来以后 从此海航的资产开始快速的攀升 所以实际上海航后面真正的总家人是谁 不是陈锋 不好意思 就是王岐山 所以习近平这时候出手 到底是合理 还是找到一个最好的时间点 来切入把他这个地方给断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实际上这个海航部分 我们看出来好像是习王之间的斗争 但在更早的时候 记不记得在这个十九大之前 当时这个习王斗到什么程度 习近平直接一个指令说 你这个海航有问题 为什么我要去查你 王岐山跟海航之间的利益纠葛 这个一传出来金融界吓到 为什么银行直接断了海航的金脉 当时海航的负债七千亿人民币 所以他不是第一次想拔掉海航 绝对不是 而且当时到什么程度 海航的这个陈锋 他们直接整个干部集团出来 效忠 效忠习近平 效忠党 因为要被对金脉了 对 甚至所有的干部 带到这个延安去做训练 然后去朝圣 延安是什么 延安是中共的革命圣地 所以他表示他的忠诚 习近平才放他一马 所以外界当然有很多阴谋论者 认为这一次的P4实验室的 病毒外泄事件恐怕跟王岐山 脱离不了干系 不过回到皇权保卫战 习近平的皇权保卫战 现在已经来到了空前危机时刻 所以当然以中共的习惯 马上开始前置言论 不管是国内的言论 还是海外的言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美国对中国的 这一次的武汉肺炎 可以说是把习近平当作是 这一次灾难的最主要的祸首 所以所有的媒体都剑指习近平 包括拦截赤潮渗透 美国也把驻美中国官媒 列入外交监管名单 甚至于《华尔街日报》等等的媒体 都说这是习近平的车诺比时刻 习近平当然也要反击 在今天最新消息是 北京竟然把《华尔街日报》的三个记者驱逐出境 官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媒体好像都把箭头指向习近平 可是好像都没有提到副主席王岐山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就仔细来看 2012年的时候 彭博社有个记者叫傅财德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习近平家族的财富 好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那里面的资料非常的详细 就想说他怎么有办法 后来才发现原来他背后的主管阿曼达 提供资料给他 那这个阿曼达现在是美国之音的台长 他的资料哪里来 大家就仔细去想发现 原来是财新的社长叫胡舒立 提供给他的 因为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胡舒立是谁 大家仔细一查才发现 原来是王岐山的女人之一 之一 对 原来是有这个关联性 原来王岐山后来 他的较劲方式就是透过媒体 在这个地方 好 记不记得2015年 铜锣湾书店事件 他们的股东不是有的被绑架吗 OK 然后有的就消失了 OK 那这个当时他们就是要出一本 叫做习近平和他的情人 这个很敏感 那提供资料的是谁 叫熊宪明 这个是博讯网的一个记者 那他背后是谁 也是王岐山 所以我们这样兜起来就发现 他们两个的明争暗斗 习近平透过海航 王岐山透过什么 透过媒体 所以斗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为什么接下来 习近平要反制 如果您的欣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